那換句話說 只要台灣的資安能夠確保 世界的高科技產業才能夠獲得更多的保障 所以這不只是對我們自己的責任 更是對全球科技跟經濟發展 以及人類安全的重大的責任 那這要靠你們啦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成立這個資安大聯盟 許多的工協會 剛聽是八個九個大家一起來參與 更能夠有效的整合跟集結我們業界的力量 那同時通過這個平台 有產官學各個不同的界面 一起來提升我們國家整體的資安能量 當然我們從檢討的角度來講 也必須要有一些反省 也就是說 以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上 以及我們整個高科技產業的核心角度來說 我們整體的資安 不管是法規規範標準 或者是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形態的一部分 甚至是大家的警覺性 都還沒有符合我們該有的全球 對我們的責任以及期待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點落差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